大家好 我是黄志贤 我们来聊一聊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他来中国借钱要钱 可是又带着政治使命要分化中国 耶伦一再要求终于跑到中国来了 一连串的表演 他先表演在北京吃云南菜 还特别不在包厢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表演清明作风 他不在包厢 跟一般的食客一样 就在大堂里面吃云南菜 果然你看你看 人家堂堂的一个美国大官 这么清明啊 其实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在包厢里面吃饭 包厢又不是怎么样特别的 这是故意的 做作的 做给你看表演 清明作风 第二个呢 重点活动是什么 耶伦特别邀请中国政经 女性学者或者是女性 企业主对美国友好的女性吃饭 团做一张大餐桌一起吃饭 那种照片大家都看过了 那这个背景是什么 是美国这些年来不断的打压中国 在高科技业上压制 强迫全球各个国家各个企业 不准供应中国高科技的芯片 连光科技都不准 帮你代工不可以 卖你芯片不可以 卖你光科技不可以 然后呢 把一千多所中国高校跟企业 列入黑名单 不准啊 或者是要极度的审视 美国的企业跟这些黑名单上面的单位 有个人往来个人买卖 然后强迫全球各个国家的企业 要把高科技的 把所谓的比较敏感的工厂都外移 要把全世界跟中国脱钩 这样子的凶残的手段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没提过 这么多重中之重的中国高校 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我就想啊 怎么北大跟清华 不会被列入黑名单呢 当然啊 因为要跟叶伦吃饭嘛 在美国全面的打压中国之下 美国的财政 还是要崩啦 美国的财政现在靠什么活 而且坦白讲 虽然一方面要崩 一方面还活得很滋润 靠两大招 这个不要脸的两大招 一一美元 无限制的一美元 第二 卖国债虚明 而且 哪个国家敢不买美国国债 这虚子命 也很滋润 在这个档口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千方百计来中国 那耶伦这一回是来跟中国求救的 但是短短的几天里面 还特别花时间召见中国选择 这当然是别有深意 整个餐序的活动 当然不只是公关活动而已 不是一般的公关啊 不是说释放善意啊 包括 你选择女性 只跟女性吃这种饭 那是刻意释放某一种姿态 某一种讯息 要释放什么讯息呢 第一 一个美国的官来中国 可以在中国里面 挑选学着吃饭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中国处处打压美国 处处羞辱美国 处处介入美国的内政 然后这时候一个中国的官去美国 会有美国一众学者 不管男性女性也好 排队 等着跟这个中国官吃饭吗 会吗 中国如果派一个财政部长 去访问美国 有没有办法 召集美国版的清大 美国版的北大学者 吃饭摆拍 聆听教诲呢 第二锁定女性 挑女性学者 这是干什么 我以女权的姿态 来告诉你们啊 然后又传递一种 我们美国啊 男女平等啊 性别平等啊 漂亮吧 这就是告诉中国 我们美国何等重视女权啊 叶伦在参会上说 他说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 如何改变了国家 并且使数亿人脱贫 一轮这段话听起来没毛病 其实是有毛病的 中国的进步 中国的崛起 原因 原因当然不是只有市场经济 而且恰恰 因为 不是 只走市场经济的路 全世界有多少 第三世界的国家 不都是走欧美的市场经济吗 哪哪都有市场经济啊 哪哪都还有一人一票 结果呢 是极端的贫富差距 结果呢 是经济崩溃 国家资产 被贱卖给外资 跟外资在本国的代理人 然后 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不断的政变 乌克兰 也是市场经济啊 也是一人一票啊 最后还被美国引战 最后 国家残破 人民逃亡 现在 乌克兰的资产 还被卖给美国的财团 被抵押了 整个国家 都稀里咕噜 变成粉碎 中国的富强之路啊 恰恰就是因为 对中国来讲 市场经济 只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 而改革开放 只是整个中国 崛起原因的一部分 中国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还有整个中国本身 独特的条件 才是造成中国 可以富强 可以崛起原因 满桌的这些女性学者 有没有人真正去研究呢 但我们很确定的是 中国走的不是 百分之百的 听从欧美的 教训的市场经济 这是中国到今天 没有被美国 吃干抹净的原因之一 而中国在疫情上 可以做到 比美国更好 中国在贫困问题上 可以做到脱贫 更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 你美国有做到脱贫吗 叶伦在美国 把自己整个国家社会 搞得一塌糊涂 搞砸了之后 那好意思啊 到中国来做教师也 以美国的市场经济 以美国的自由市场 来做榜样 来教训 再说你叶伦说市场经济 如果市场经济是真理 那强逼全球跟中国的经济脱钩 你说这叫做市场经济吗 你强逼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强逼台积电 不准台积电帮华为代工 这是市场经济吗 你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 我感兴趣的是光荣的坐在餐桌上的 大陆女性学者跟女性的成功者 你们有没有人问美国 你凭什么禁止中国取得芯片 凭什么禁止中国取得光刻机 你凭什么介入中国内政 或者有没有学者晚些去吃饭 人家美国人家叶伦可是全力践踏 对付中国呢 不让中国百姓吃上饭呢 极力要打击中国的经济呢 你们有没有人发出灵魂的拷问呢 但是啊 我想能够跟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坐下来吃一顿饭 显然对中国的任何学者来讲 都是一种荣光 祖坟冒清烟啊 我跟叶伦吃个饭拍过照 天哪 中国的学术界直到现在 都无法做到独立 都是在欧美的学术理论下 学术框架下 以欧美的学术角度 写欧美他们认可的论文 然后发表在欧美的学术期刊上 是写给他们看的 要他们批准啊 那比如说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走上一条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路 哈 你用的理论 是不是别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成就 这个别国理论是不是落伍的 甚至是不可行的 一个经济理论 硬套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 你写的论文是不是要符合别的国家的眼光 你是不是挑选一个别的国家喜欢的角度去切进去 那你这个结论 是不是要写的让别的国家让欧美认可 中国成功就是因为怎么怎么样 这种成功不可取 所以要把中国改造成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 要听我美国的话 政府总是要听学者的建议 那学者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是不是也是欧美希望的 那是不是欧美的鹦鹉从头到尾 我都喷笑了 中国的学者啊 其实两岸都一样 你要取得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啊 你搞好美国关系是必要条件 你有美国关系 你可以得到的明面上的 暗地里的台面上台面下的帮助 你给我抓到的资源太多太多了 这以后有空我再讲 你有美国的加持在中国走路 那可有风啊 顶上都发着光芒啊 叶伦在餐桌上说 中国的市场经济希望能够进一步落实 他说这对中美两国跟全球经济都有好处 教诲中国啊 你美国不要打击中国 对全球经济才有好处呢 那叶伦都不演啊 他的意思就是 你过去的表现啊 尚可啊 但是你要表现得更好啊 啊 叶伦都不演啊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情况下 美国还继续施压中国 要中国不可以自我保护 要中国把大门小门窗户全部打开 让贼强盗都可以进来 让华尔街的屠鹰都可以进来 让外国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全部都可以进来 建价买下中国所有的资产 美国要求中国金融要完全开放 让华尔街可以来炒作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如果中国两岸三地全部金融开放 现在中国已经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了 中国台湾如果在亚洲金融风暴 金融完全开放 台湾现在已经民不聊生了 华尔街一直盯着中国的资产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壤 赶快要来抄底 要来建买 中国的一切 中国独有的资源 中国的农牧产品 中国的所有的东西 中国的企业 都要便宜的卖给美国 中国还要继续去大买特买美国的国债 要来救美国 让美国可以有力气来打压中国 这个上了餐桌的不是有一个中国的所谓的女性经济学家吗 不是在疫情的时候说中国要无条件的救美国 他中国人还美国人 果然这次上餐桌了不是吗 所以美国的金融资本很不满 还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进入中国炒作 还不能够百分百的建价买价 中国的国有资产 国企私人企业各种资源 你看美国他可以大拉拉的立法补贴各种产业 包括立一个半导体法案 强逼各国的半导体到美国开公司 然后政策补贴 但是中国不可以补贴 美国补贴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补贴叫做计划经济 叫做违反自由开放 你看过这么无耻的人吗 中国不可以补贴不可以有国有资产的 美国干嘛都可以 解释权在他身上 因为当然不准你有任何的自我防卫 因为你防卫了 我欧美的金融资本如何大举进入全面掌控中国 叶伦还说中美虽然有歧见 中美政府虽然有歧见 但是美国对中国人民没有歧见 一贯友好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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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轮正在执行美国的分化之际 把中国分成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 我们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有歧见 但我们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没有歧见 你在说的什么话 你打压中国政府不是打压中国人民 不是打压中国企业 不是打压中国的一切 不是让中国的经济不能好 人民不能吃饱饭吗 他就刻意讲 哎呀 是你的政府不行啊 我喜欢你人民啊 你人民要帮我美国来推翻政府啊 所以美国就一直一直在鼓吹 要中国人民要站出来 帮美国来打击中国政府啊 也要求中国人民啊 随时要站出来反对政府的任何政策 你看香港 新疆 武汉都是例子 武汉 武汉什么例子 武汉疫情的时候 不是搞出方方日记吗 不是后来又大力鼓税 哎呀 你们这些都是伟大的自由 都是啊 方方啊 不是吗 然后不是有白痴革命吗 针对疫情反对政府的政策的白痴革命吗 这就是美国啊 这就是叶伦说的 哎呀 我们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有旗舰啊 什么旗舰啊 所有的旗舰都是中国政府要保护中国老百姓 你美国不高兴了 中国政府要保护中国这个国家 你美国不高兴了 你要打击中国 打击中国人民 要中国人民的钱 要中国人民的命 要中国人民的未来 叶伦啊 很啊 有些人说哎呀 叶伦是比较对中国比较友善的 真的假的 人家没有黑白脸啊 人家有布林肯 人家也有叶伦啊 共和党 民主党都一样 都是要摧毁中国的 叶伦他也是美国的统治精英里面的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说人 他怎么会不一样呢 他来求钱啊 还摆出教室的样子啊 你说恨不恨